第六題 貫乘動手操作杠崗實驗 它將兩種大小不同的砝碼各數個 分別掛在杠崗左右兩邊 而且達平衡如右圖一 若從左右兩邊分別取下一個砝碼 如右圖二 則此杠崗將會有何變化 那麼這裡就是所謂的杠崗原理 所謂施利幣乘以施利 等於抗力幣乘以抗力 或者老師比較喜歡的 順中立舉等於逆時中立舉 那麼小砝碼就是所謂的順中立舉 那麼它有三個所以3X 然後呢它這個利幣當兩格就是兩格 所以就2乘3X 那我們的大砝碼的假設是Y 它有兩個所以就是2Y 那麼一格呢所以又是利幣就是1 所以1乘2Y 那麼順這叫做逆時中立舉 所以順中立舉等於逆時中立舉 所以6X等於2Y Y就等於3X 然後變成圖二的時候 那麼大砝碼一個 然後呢支點是1 所以呢它就是所謂的1乘以3X 就是3X 那麼小砝碼這邊呢剩下兩個就2X 然後利幣是2 所以2乘以2X就變成4X 我們就發現小砝碼這邊的利幣比較大 所以它就會就順中立舉比較大 所以右邊就會往下傾斜會順中轉動 所以第六題問我們說 擇此槓槓將會有何變化 我們答案選的是B 右端向下傾斜 我們下傾斜 來看 我們下傾斜